公颈有磷状细胞是什么意思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孙丽 西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正常的公颈 它是由 就是公颈管磷口的柱状上皮 和公颈阴道部的磷状上皮细胞组成的 在磷状上皮和柱状上皮交界的地方 是转化区 是磷状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公颈癌的一个耗发部位 所以有磷状细胞就只能说明 它的公颈阴道部是由磷状上皮细胞组成的 所以它是有磷状细胞的 就是说是 很多人就是临床上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公颈弥烂就是一个 就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其实不用紧张 生育年龄女性的话 它就是受体力的磁激素和PH值的一个影响 可能柱状上皮会外移 柱状上皮外移的话 就会引起一个公颈像米烂一样的改变 其实这不是一个米烂一样的改变 这是一个柱状上皮外移导致的 所以这是柱状上皮外移 如果比如说也发现了做副科检查的时候 发现这儿宫颈有柱状上皮外移 分泌也多 或者有接触性出血 或者是有异常增生的组织或者血管 这种情况就要重视 临床上常做的检查就是一个宫颈 液细胞的个检查和宫颈HPV的检查 如果做了液细胞和HPV 这两个都是正常的情况下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严性的改变 临床上就要积极的抗炎治疗 但是如果做了这些检查 有HPV病毒感染 或者是在做阴道性检查 提示也有一个病毒感染 这种情况结合患者 有接触性阴道出血的情况下 或者是阴道分泌增多 有意外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就要重视 做一个公共HPV和TCT的一个检查 如果公共HPV和TCT检查是正常的 但是患者有时候有借助性阴道出血 但是做复刻检查 公共也没有异常增生的组织和血管 有炎性的改变 就要先抗炎症治疗 局部用药治疗 如果做了HPV和TCT检查 HPV也是阳性 TCT检查也检到非典型增生的 磷状上皮细胞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做阴道镜的一个检查 必要的时候要一脑筋下去活检 去活检以后 要确定它的病例学的一个改变 根据病例学的改变 看它是低级别的 有公共上皮力量变 还是高级别的公共上皮力量变 根据它的不同的病例 检查结果 临床上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如果是低级别的 病人也比较年轻 那可以先抗感染治疗 临床严密监测 如果是高级别的 如果有生育要求的 也是严密的抗感染治疗 抗感染治疗的同时 严密的观察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 没有生育要求的话 可以行公共追切 卸下它的组织送病检 如果送病检以后 还是一个高级别的 一个内流氧变的话 那就是严密随访 比如说三个月或者半年查一次 但是如果这个级别升高了 非典型增生 甚至是一个宫颈早期的一个癌症的改变 那就要考虑决定手术